故事背景 在浩瀚的宇宙之中 存在着一些能量体 这些能量体伴随着宇宙的扩张不断地飘逸 有的坠落到了漫威世界 变成了无限宝石 而有的来到了人类世界 化身成了蔬菜种子 直属了大地 慢慢地开化结果 据说这些蔬菜里 唯有皇冠的能量 最为强大 好 这辉红的故事背景 勇敢地超借鉴精神 真是太有勇气 太有创意了 短短的30秒 就让本片跟漫威宇宙成为了直系亲属 让屏幕前的观众 欲罢不能 欲火分身 欲令之魂 欲苦无泪 高 实在是高 不得不佩服导演这惊人的脑洞 这天骂行空的想象力爱了爱了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 这部超能黄话到底讲了什么的 故事发生在一个偏僻的乡村 男主名叫任一 但村民都热情地称呼他为 好的人妖 咱们妖哥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去城里闯荡闯荡 于是妖爷就给了他一个宝箱 表示放心大胆地去吧 如果有困难就打开箱子 往后人妖就出发了 临走前他爷还说呢 城里的关系 我已经跟你打通了 那么爷爷 到底是怎么打通的呢 你可以去找阿卡 听说他现在做了导演 哇哦 那一定是个大导演咯 那当然 记住 这是一个你和大人物 结束的机会 一定要好好把握 于是他就穿个张嘴小Nike 把握机会去了 那要说到这个砍书 的确是个人物 当时正在导演一部 好莱坞大片 苏悟空大战美洋洋 而除了剧本写的好演员 也都是国内顶级 比如苏悟空的扮演者 砍书是这么评价的 你的表演和吴亦凡相差无极 喂 那显然砍书混得也不咋地 于是人妖就觉得实际透了 现在就是昏难的时候 然而当他打开宝箱一看 那当时可给人妖气狗呛讲话了 你跟黄瓜顶什么用啊 废话 当然是顶你用啦 但之后黄瓜的神奇功效就显现了 因为没要一口就能实现一个愿望 而每次许愿时 人妖哪怕给他会冒绿光 然而由于男主智商太低 许的愿分别是 豆浆和油条几千人民币 剧本能玩搞佳能照相机 那才叫个憨批呢 不过就在这时 女主角天罗就 但女主登场时候的画面 让我感觉十分眼熟 你瞅着满天小花瓣 是不是总感觉似曾相识呢 塞门大观人 一定是你吧 看来烂天宇宙 果然是互通的呢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 追天罗的并非塞门大观人 而是一个留着方便面头 就霹雳的油腻中年 出场时候还伴随着 细说天罗的背景音乐 那很显然他也追不到女主 于是接下来 人妖就迎来了机会 先开始呢 咱们妖哥是很正直的 虽然他心里非常明白 其实我吃过黄瓜就会让你 吃我的黄瓜 但 那不是真爱 不过随后他还是依靠黄瓜能力 表演了一波英雄就美 于是胜利跟田罗搞在一起 那搞对象显然得有车 所以他又利用黄瓜 给自己辟了辆车 但最后他还是玩脱了 某次他在喝醉后 许愿把田罗房子变成了自改的 那这下田罗是起眼了 讲话原来你贴近我 就是贪图我的房子 然后两人就要分手 而就在此时 人妖吃掉了最后一口黄瓜 许愿道 让我们知道真相吧 让他妈谁知道 啥他妈真相呀 那由于男主汉皮的语言奴迹能力 所以最后一个愿望 就这么失灵了 接下来人妖就正式进入了 网易云模式 而看到这我突然发现 只要编辑编不住台词了 就直接让演员嘎唧摆手 表示什么都不要说了 我懂 一说话就什么都不要说了 我懂 一说话就什么都不要说了 我懂 你懂个该把我你懂 我不懂啊 你们到底想表达个啥呀宰大 总之你俩总是懂得懂的 最后就给人妖懂回家去了 大哥就表示实在懂不过来了 城市透露深 我要回农村 而人妖走后 坎叔就把钥匙还给了田罗 并表示人妖说了 要误归远主 解除误会 坎叔 这 这是真的吗 可 可是 什么都不要说 我懂 你懂 你懂你吗 这个少子 要试试给我了 放本呢 那到此为止 感情性告一段落 因为最终BOSS要登场了 要说这最终BOSS可不得了 不仅带着美同门的脑门 而且一击动一击眼 还会发出猪猪叫 原来最终BOSSPD本 黑云是人妖他爷的同门师兄弟 因为魔法用多了被反射 现在需要超能黄瓜 才能活命 所以他寻找了12年 终于找到了人妖他爷 最后他知道 黄瓜在人妖手中 就先杀了他爷 然后踏上了寻瓜之路 而电影拍到这 导演终于发现自己不行了 于是突然屏幕中 出现了一段文字 并问你要不要接受任务 接着在黑暗之中 出现了一个嫩绿的黄瓜 捅下了介绍 往后电影就变成了 王者荣耀的画面 当时被黑云附身的霹雳 用黑魔法绑架了天罗 而当他打败敌人时 还会出现这种音效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Monster Kill 看哭了 兄弟们 我真的看哭了 你们不是文艺工作者 永远不会懂的 其实故事到这 我已经看出来了 一个导演无能为力 是多么的可悲 没错 我看懂了 影片拍摄到一半 他知道已经烂得不行 于是才自暴自弃 想赶紧结束收工回家 想逃离这糟难的文艺工作 你想回家喝酒吧 你想一醉方休吧 你三观崩塌了吧 你万念俱灰了吧 一定是这样的吧 一定是的 不要否认了 好了导演 不要哭 他们不理解你 我理解 来 拉着我的手 结束这场闹剧吧 人妖初恋 来 吃掉这最后一口 当初被你扔掉的黄瓜干人 使用你那绝招吧 我还会再回来的 你可这么扁你们回来了呀 好了那伴随着一场闹剧的结束 我们今天的视频也接近了尾声 其实看过原片的我 非常能体会导演的心情 当王者荣耀的见面出来时 他真的已经放弃治疗了 而更可悲的是 这个导演好像还跟某演员重名 所以这个人就彻底在影视史上消失掉了 或许拍电影是他十几年的梦想 而伴随着梦想的破碎 他也跟着销声匿迹 真是让人无限唏嘘 但让我不能理解的是 你已想完成梦想 那你把我们低了过来是干嘛的呢 你堆不拉击的拍个大烂片拍咋了 完后观众瞎么黑暗的过来买单 这都因为点啥呀